情況之下這個做仲裁者的應該是人民要相信這個仲裁者的這個國家裡面 是有八成四的民眾不相信所謂這個仲裁者 這個問題之嚴重也反映在今年520的這個蔡總統的就職上面 當蔡總統講到司法改革為什麼當時如雷掌聲把他的談話打斷 是因為人民對於司法的這個人受度已經到極限 那也之所以為什麼在這一波的這個司法院人士的這個運作上面 民間會有這麼大的反應我想這東西是可以這樣子推 應該是推想也可以想得到說會有什麼這樣的問題 而在這個問題之後其實還衍生了蘇永欽副院長 他在請辭之後他其實有接受媒體訪問 其實應該是召開記者會 他對於說總統能不能召開司法司改會議 他有質疑他說憲法並沒有直接賦予總統有司法改革的職權 他不同意在總統府設置司改委員會 以及總統召開司改國事會議的做法 因此他辭職 那他還甚至在另外又表示說官審制的問題媒體問到 那就講說這個官審制的草案啊 躺在立法院有三年半沒通過 主要的原因啊就是民進黨團不希望看到司改跟馬前總統的政績一起被評價 完全是政治上的一個推論 那這裡面其實衍生了幾個憲法上的問題 那我在這邊特別跟各位來做報告 有關於總統召開這個全國司改會議啊 是不是當然像蘇副院長所講的是違憲的問題 其實在這樣的一個理解啊 司改的理解其實如果說很狹隘的就是司法院裡面內部的事情 才是司改的話 那如果這麼狹隘的具體解 其實這樣的司改並不會成功 我舉例來講 剛剛談到大法官司制392號解釋啊 那這號解釋其實就是用來我們實務上現在廣泛的認為說 檢察官就是廣義的這個司法機關 那當然剛才李教授有批評說這個審檢不分的問題 長年也在台灣有發生困擾 但是目前民眾對於司改的期待 不是只有法官而已 他還是概括的去理解 認為檢察官的權利或者檢察官的這個人員的培養 是不是也要跟一定的改革 那所以在39號解釋 這樣這個人民對於司改的理解 當然不會只有你法官一個要改改變而已 那請問蘇副院長 如果司改要推動 那難道司法院自己就可以去改變 隸屬於行政院法務部的檢察官改革嗎 司法院這麼大可以跨到行政院去嗎 所以這絕對不是說很狹隘的去談 這個司改是司法院內部自己的事情 他還有很多只是跨憲政機關 要去做解決的事情 簡單的例子就是檢察官嘛 他就不在你司法院下面嘛 他在行政院的法務部 就現行的體制上面 他在行政院的法務部 那你要去改檢察官的機制 你要去改個檢察官的制度 你就還是得跨憲政機關的去跟行政院談 不是你司法院自己說我今天司改我自己來辦 現在盧蘇部院長所講的這樣的一個理解 絕對不是這樣可以做得成的 那另外一個其實也很明確 我們在現行憲法83條在談的 我們不管是公務人員的考試任用權序等等 這些保障它是隸屬於考試院的職權 雖然武權憲法是很有問題沒有錯 但是在目前的現行制度上面 它是一個獨立的憲政機關叫做考試院 在掌管公務人員的考選制度 那我們現在常常社會在談 不管是恐龍法官恐龍檢察官 大家去認為說 是不是從距離 有些人從學校可能就第一名畢業 然後就考上法官檢察官 然後一直坐下去 那這樣的一個情況是不是沒有社會經驗 他可能不見得是受到黨國影響 他也不見得有受到貪污 但是他的判決可能離得名太遠 這其實一直在收集民間私改意見的時候 一直有這樣的一個反應出來 那這樣的問題其實不是這一些 不只是說這一些從事審判工作者的問題 而是整個培養這個司法人才的機制上面 是不是有一定的調整 不過近幾年其實國內很多人在談 就是說 譬如說美國的制度 你怎麼樣去招一個適合的法官 可能從一個資深的律師裡面去做一個領選 像賠償團協會在推 一直認為說那是不是還有進一步去做領選這樣的可能性 一直在談的就是希望說在從事 掌握國家公權力的不管審判者 或者是可以有權力去追溯 人民的這個檢察官 如何跟人民距離近一點 而不是只是關上門自己去想像 然後很會唸書 那結果做出來的是人民不信任的 這樣的一個司法的環境 其實對國家是沒有幫助 所以大家在談要如何改革恐龍法官檢察官的時候 那司法院跟你講說 這個東西我們司法院司改自己來做就好 難道他可以司法院又跨一個憲政機關 去要求那個考試院說 你去改這個考選制度嗎 不可能 所以在很多的一個司改的一個方向上面來講 他其實是跨憲政機關 他不是單純一個司法院自己可以做 自己做決定就可以做處理的 所以如果說舒服院長的這個批評的方法 其實是過度狹隘的去理解所謂的司法改革 而我們在目前的憲法第四條 有關於院記調解權 他其實不是一個擴張總統擴權的一個依據 他其實某種程度是說 我剛才舉的例子 你今天如果說法官跟檢察官要去做一定的制度上的一個改革 那你兩個憲政機關 行政院跟司法院如何來做一個調解 很多的司改的一些政策上面 他其實是會有一些院記上面的溝通協調 乃至於他們有期見的時候要如何來做處理的 如果你只狹隘的去從司法院內部去改 那這樣的司改 其實可能不只過於狹隘 他連一頭的效果可能都不見得會有 所以我們憲法第四條在談總統的院記調解權 他其實絕對不是讓檢察總長龐世銘拿來跟馬英九報告 泄密偵查中個案的那個依據 絕對不是這個功能 他的功能其實應該是發揮在政策上面 發揮在通案上面 說我今天如果真的我總統願意負起責任 他要去承擔司法改革的政治責任的時候 他應該運用的就是這樣的院記調解權 剛剛講到了不管是你對於司法官員的考選制度的改變 你可能要調解的是司法院以及法務部以及考試院 這樣的一個跨憲政機關的一個調解的時候 才是目前我們認為說總統他在召開司改國事會議上面 是具有他的一個憲法上的一個正當性 那也才能比較有全面性或者是更系統性的去改革這樣的一個司法 那我要再另外談到是說 因為蘇副院長在同一篇的這個新聞裡面 也特別提到說官審制的問題 他去講到說官審制是因為民進黨不希望 這個馬總統跟這個司法改革可以有類似有這樣的一個功勞 所以他這樣的一個講法 其實我們就要來檢驗說那到底官審制是不是本身的問題 那官審制之所以沒有辦法獲得社會的信任 其實某種程度你如果去檢討官審制 事刑條例的草案 他可能還會有抵觸憲法的疑慮 他本身會有違憲之餘 因為在官審制的這個事刑條例裡面 它裡面使一般人民得參與評議過程並表示意見 以供法官判斷的參考 那這個裡面是做什麼 就是說你把人民找進來法院 然後讓他坐在那邊一起看這個案子 看完之後他就跟法官講說 他們對於這個評議的內容 對於事實的認定 對於法律的適用 對於量刑的部分 都可以陳述意見 那當然法官不見得受他們拘束 但是這樣的一個制度 他本身會有抵觸憲法第80條的這個獨立審判的資旅 這樣的一個顯理 因為憲法第80條的明文規定是說 法官需超出黨派以外 依據法律獨立審判不受任何干涉 那換句話說你非法官之人不能去干涉審判 你一旦介入可能就會影響法官依據憲法 依據法律獨立審判的這樣一個權限 那你官審制就是用一個法律的規定 告訴你原來法官坐在這邊 然後旁邊坐一群人民 然後不斷的去跟你講 這個你的量刑啊你的法律適用啊你的事實認定啊我要表示意見 這反而會有抵觸這個憲法的疑慮 那如果你把我說反過來談 如果你把它明確化 人民進來的法律地位 它是相當於事實審的法官 就像陪審制度 你把它相當於事實審的法官 這個部分就不會有抵觸憲法的疑慮在於 因為大法官釋制387號解釋 他其實裡面很清楚跟你講說 有關於這個案例其實是一個律師公會 律師懲戒的一個問題 它裡面其實也是有很多的法官之外 還有其他專業人員的參與 那他在裡面的解釋就認為說 如果這個成員是獨立行使職權 而不受任何干涉 而這個組織所形成是跟法院所類似 所適用的程序跟法則跟法院類似相同 應認為跟法院相當 換句話說 如果你法律的設計 把這些人民設計的是類似事實審的法官 他不會變成像 這個 像官審制裡面 他既非法官又非人民 然後一定要陳述 可以去陳述意見影響法官的審判 但是他本身的法律效果是什麼 他本身是不是獨立行使職權 看不出來 如果說做成這樣一個似不像的東西 他反而會有抵觸憲法第80條的疑慮 而蘇副院長所講的 對於官審制政策的失敗 其實不是民進黨團去阻擋 這個官審制條例朝案的問題 因為這個朝案本身除了違憲之餘之外 某種程度 2016年總統大選 你不管是看 同時當時執政黨的朱立倫 或者是前任的候選人洪秀柱 你上網去看他們的官網 有關於施改的政見 沒有一條講到官審制 代表這個東西是連 蘇永欣所提的這個官審制 是連國民黨自己的總統候選人前後任 洪秀柱、朱立倫都沒有支持的一個政策 這樣的失敗難道是民進黨造成的嗎 另外一個 在今年的6月21號法官協會公布的民調 那法官協會公布的民調 有針對陪審制做調查 有針對參審制做調查 但是沒有針對官審制 有任何法官表示支持 這個跟政黨無關 這個事情是因為你這部法律 本質上面就有它違憲的疑慮 而你在推行的過程裡面 又沒辦法獲得人民跟法官的信任 這樣的政策失敗 我認為 也許蘇副院長說他不是禮貌性辭職 但是我認為至少要對他政策失敗 要負起政治責任 謝謝